这个怎么嘉宾都没有啊 赶紧把嘉宾都 都给叫过来啊 连线的嘉宾 这怎么上来就喊垃圾的 什么意思啊 你的一个零粉丝 小号啊 开小号过瘾啊 好的各位朋友啊 实话说呢 现在还进行着足球杯的决赛 但是呢我们呢 名师江山不师约会 我们仍然呢准时的开始 我们今天的高学历 中国足球论坛 应该说呢短时间内 这一季的高学历 中国足球论坛 今天呢是最后一期 当然未来我们还会 在中国足球的 很重要的一些节点上 仍然的会展开这种 专项的这个讨论 好吧 其实之前呢 几期通过十几位嘉宾的 这种表达 我们呢对中国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还是打开了很多的思路 我认为高学历 中国足球论坛 开辟了很多的先河 也是改变了以往 每当我们总结中国足球 认识中国足球时候的 那些沉枝嘛 烂骨子的一些观点 一些角度 一些方式和方法 当然了 这个论坛呢 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不过呢 至少它会帮助我们 能够开拓一些思维 然后呢 更换一些视角 然后体会一些新的东西 会员过期了 很久了 没续 没续就不续 没关系 好吧 反正马上就要涨价 你自己看着办 对吧 你要觉得这一年 你要愿意在车上 你就办 抓紧时间办 平均每天不到七毛钱 有世界杯 有清超 有2034杯 有欧冠 有国足 对吧 有中超 你要愿意看 有英超 你要愿意看 你就看 要愿意办就办 不办就不办 没关系 好吧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论坛呢 还是三位朋友 其中有一位朋友呢 崔维灿 他呢 之前呢 曾经登过论坛 今天呢 他带来的是 关于酒文化的沃土 足球文化的沙漠 他是一个从足球文化 在当今中国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 探究一下 这个足球 和生活之间的距离 第二位呢 是张品书 这个张品书啊 应该说 是中国足球小将的老朋友 也是邝罗雷妈妈 现在所在的 艾米公司的 创始人 他曾经啊 这个多次 慷慨解囊 帮助小将家庭 送温暖 就在不久前 我们得了 北京市锦标赛的冠军 当天晚上 这张总啊 就买了 30袋大米 上好的大米 然后 给小将呢 连夜送来 也能够让 在北京生活的 小将家庭 除了吃 免费的 有机菜之外 还能够吃上 大米了 这是 张品书 我跟品书呢 也有一段缘分 就他是 化工大学的 硕士 他们有一个球队 叫化玉天公 当年呢 我也是通过网上 跟他们认识 并且做了他们 三场 比赛的教练 帮助他们 击败了 之前 很难战胜的 一个业余队的 对手 他今天带给我们的 是以 认知逻辑 解读 中国足球文化 就认知 这个角度 第三位朋友呢 是 建梁兔的 董建梁 他是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地球探测硕士 地球探测 探测的硕士 他给带来的 这个 论题呢 是 潜谈 备考策略 与中国足球经验 教训的借鉴 备考 因为我们 是一个考试大国 我们每个人 一生呢 都要经过考试 备考 其实是每一个人 都经历过的 哪怕你的小学文化 你也考过小学 考过期末考试 那么 这两者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今天呢 开始 今天的 论坛 这也是 短时间内 第一季 高学历 中国足球论坛的 最后一季 那么从下周开始 我们将会展开一个 展新的论坛 叫做 国际情绪论坛 因为在 孤岛上 一万五千名 岛民当中 大概得有 可能将近 大几百人 是在国外的 他们呢 其中有很多 是接触 足球 接触 清训的 我们请他们 结合着他们在当地的建文 来给介绍一下 在欧洲 在日本 在韩国 在美洲 在北美 究竟 这个清训 是 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集合了 重进吧 好吧 重进就可以 好吧 我们今天请进 第一位 刚才说话 能有声 现在可以了吗 好嘞 没问题 好 好 你说吧 OK 好 大家好 现在一切都 OK了 没有问题 因为我之前 其实连过一期 当时我的 讲的表达内容 是沿土工程 就是我的专业 和足球之间的一个联系 通过方法论的一个思路 去讲 讲完之后 大家的车友 很多人 也表达了 对我表达内容的一个认可 我也很感谢大家 同时也有人说 你是做沿土工程的 那是不是说 分析一下 我们国家的土壤 足球的土壤 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思路 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 但是呢 当时其实没有很多的 想法 思路 然后后来 我也是听到咱们的 学历论坛 很多的这个 车友分享的这个内容 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 结合一些思考 结合董老师的表达 同时呢 我也和这个 可能小戴的爸爸 包括和这个高岛 我都有连线 然后也去沟通 也去了解 加上我的思考 去得到了今天 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九文化的沃土 足球文化的荒漠 足球文化和我们生活的距离 这个九文化的沃土 和足球文化的荒漠呢 其实主要讲的 就是作为一个对比 就是说我们在探究 这个足球文化 很多人都说 它是一个荒漠 咱中国足球 没有这个文化的基础 那么它是究竟 怎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欠缺的 可能大家一直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然后呢 我想去探求这一点 同时呢 为了更好的 更形象 我引入了一个对照 那么这个对照组呢 应该具有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大的一个比例 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各个角落都有着它的存在 然后我想到了九文化 因为九文化在我们中国本来说 从古到今 包括现在的生活当中 无论你喜不喜欢酒 可能你都需要或多或少的 受到它的影响 这就是我今天选题的一个出发点和选题的一个目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展开一个正文的一个论述 首先呢 就是足球文化的消失 就是足球文化怎么消失的 那么无论是足球文化也好 九文化也好 它需要一个样本 或者需要一个角度 而我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因为别的专业 我可能无法保证专业性 那么什么专业呢 除了我所学的 那么就是我的生活经历 我的成长经历 我切切身深感受到的 这是真实的 是准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引入这两者的对比 首先第一步 我们再说一下 我与足球结缘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我穿的衣服 可能很巧合 就能知道我是 可能能猜到哪是我是哪的人 我是山东人 九亿一年出生于人口大省山东省 当时与足球结缘呢 是源于我的哥哥 他踢球 然后他去球场踢球的时候 我就闹着要带我出去玩 逐渐逐渐的呢 我也喜欢上了足球 包括后来 这个在电视看电视的时候 因为他看比赛 对我也慢慢的 也产生了一个潜移文化的影响 我也逐渐的喜欢上了球赛 1999年的时候 就像今天晚上一样 我在电视机前 等待着山东鲁能 获得双冠王 而那一天 鲁能获得了双冠王 就在此刻 你别 就在此刻 我通过你的 鲁能也进球了 你的眼镜片 我已经看到鲁能进球了 然后 但是 很 与今天很大不同的是 当年我在看球 夺得双冠王之后 十分的兴奋 十分的开心 只不过 很反差 很大的事 我身边没有一个人 陪我看球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在电视机前 在看 看完了以后 很激动 拿着球我就去练 去对墙踢 去颠球 然而这很现实的是 也是就我自己 没有家人 没有伙伴 没有同学陪伴我 这就是我的小学的阶段 一直是在自己 体育足球 自己玩 找我的爸爸说 我要去鲁能的足球 清训学校去学足球 当然 直接被否决了 当地也没有 清训的训练班 这就是小学的阶段 我自己一个人踢 后来呢 等我到了初中的时候 因为我考上了 当地比较好的初中 我拿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球衣 是AC米兰的 师父琴科 七号 这对我是一个 很大的激励 我想着在初中的时候 要和同学们 好好踢球 结果初中 两个校区 连一块操场都没有 请注意 是操场 别说足球场 而且上足球课的时候 体育老师 不是上体育课的时候 体育老师也经常生病 也经常缺席 我们进球 只能拿胶带 缠完的纸 作为我们的足球 做我们的球 拿衣服摆端门去踢 初中三年 除了学习 这就是我的足球阶约 的内容 等到了高中 我终于看到了学校 第一个正规的 十一人制的足球场 我们也自发了 组织了很好的足球联赛 同学之间的 对我的名字 也是五花八门 无论是曼联也好 又是拜仁也好 也是巴萨 又是德国 沙尔克零四等等 我们大概踢了半年 结果有同学 视网膜脱落了 家长闹到了学校 直接 学校全部进踢 你踢球 不给处分 但把球没收 最后导致了就是 学校的教导处 整个屋子里 全都是足球 因为这样的事 我们也都全体挂靴了 自此跟球场就远离了 这大概是我人生中 最密集的踢球的阶段了 等到了大学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足球的热爱 在早期的培养的不充分 然后在大学之后 诱惑也好 拨获一些关注的 吸引的点也多了 对于足球的热爱的程度 也逐渐的被消磨 虽然大学也选取了足球 但是最终足球的考核标准 是以你颠球颠几个 和在进阶外射门 能射到门里 又及格的标准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 伴随着可能同学 在喊着一块开黑 打游戏的声音当中 我对足球的热爱 在那一刻逐渐的消失了 这就是以上 就是很简短的 说了一下 我从小到大 与足球结缘的这个过程 那么与这个过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 是酒文化的融入 坦白说 出生的时候 没有小孩我认为会喝酒吧 或者说他没有接触到酒 那我来说 什么时候接触到酒呢 三四岁 三四岁拿来的不是一个足球 拿来的是一个沾满白酒的筷子 让我尝白酒的辛辣 这可能在当时 是大人的一个玩笑 或者一个小游戏 但是我已经尝到了这个酒了 同样的上了小学 每年小学一毕业 不是小学放学 可能家长的同事 就接我到饭店 和我的爸爸在一块 陪生意的伙伴吃饭 在酒桌上 看了他们工程交错 把酒言欢 小小年纪的我 也开始拿建立宝当酒 拿着酒杯去倒 和小伙伴去划全了 有样学样吗 后来看到我 包括水浒转动 看到武松 三万步过岗 打死老虎 那经历也是让我很崇拜 同样的 从小时候 到我们上大学 每年的过年过节 节假日 在家庭的聚餐当中 酒也永远是主旋律 尤其是在我的省份 我的地区 酒的文化 酒的规则 酒的规矩 又是十分的繁杂的 如果像长辈敬酒 倒酒 酸酒 都是学问 如果劝酒 让别人喝好 让别人喝多 也是学问 如果自己喝酒 还能不倒 更成了学问 而这些一点一滴 都在融入到 我的学业当中 在潜移默化的 在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 融入我的学业当中 直到上了大学 新的一波 喝酒的人诞生了 无论是同学聚会 还是家庭聚餐 都成了喝酒的场合 高大上的酒楼 还是说夏天的烧烤摊 都无所谓 都能喝酒 这样一次一次的喝酒 一次一次的实践 小时候融入到我 学业当中的酒文化 也一点一点体现出来了 深入了我的生活 并伴随着我们 这一代 重新的传承下去 这就是我小时候 与足球结缘 与酒结缘 的两个对比 其实啊 总结一下 就能很明显 我们经常说 我们踢球没有高质量的比赛 但想想我们从小能经历 多少场高质量的酒局呢 经历过多少高质量的酒场呢 在这些酒场当中 就是实践 你可以说它喝酒不好 但是它就是实践 你耳朵木软的 你耳朵木软的 你就学到了东西 同时呢 因为酒文化也好 足球文化也好 它都是种文化 反应文化的有一种通俗的东西 叫什么呢 邪后语也好 礼语也好 地方的文化 能体现出来的 比如说 我们的祝酒 就有祝酒词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 感情后喝不够 感情也喝出血 酒是粮食经 越喝越年轻 对吧 两腿一战 喝得不算 等等 这些都是酒文化 所创造出来的 而这些能反映出 酒文化的特点 咱们中国酒文化的特点 是劝人喝酒 喝多了 就是喝好了 那么想想 同样的想想 我们足球文化 有哪些呢 足球文化可能 比如说 叉叉换叉叉 越化越叉叉 RNM退钱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 不多了 我的护球像亨利 那这些话 这些文化的 俚语也好 或者是 这些 这个邪后语等等 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 骂骂 侮辱 反映的是 我们球迷的倒戈 试想一下 我们可以 不负责任的假设 当我 如果 这个酒文化当中 换成了足球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 如果你认为 九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 足球文化又何尝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三四岁的时候 不是拿筷子 让我尝白酒 而是换成了给我一个足球 如果是在看赌 能夺得双关王的时候 身边有我的家人 有我的小伙伴 一起在大喊 一起在助威 如果我的练球 不是我自己 而是父母陪我一起玩 陪我一起练 如果咱们的家庭的聚会当中 舅舅和爸爸在讨论 哥哥刚刚参加完的一场球赛中的表现 如果我在九桌上 或者说在家庭聚会上 听到的 不是五亏手六六六 这样的 九词 而是足球比赛的内容 如果我们的初中老师 体育老师 不是因为经常生病 而缺席给我们的体育课 如果我们学校有一场正规的足球场 可以起码让我们学校组织 踢上一场比赛 或者是班级之间的联赛 如果大学的课程 不是流于形式 而是交给我具体的足球的理论知识 如果算了 我不再说如果了 这画面太美了 我不敢想了 如果说这些都发生了 这个如果有越多 我们就能越看到 真正的足球文化 离我们的生活是有多远 有多远就也更清晰 以上呢 是根据九文化和足球文化的对比 同时总结 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的一个阶段 接下来呢 我想讲一下 这个九文化的视角 去看待足球 因为对于足球来说 它能成为一个竞技运动 那么它决定了 它的上限肯定非常高 它的下限 入门门槛也很低 谁都能看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得特别懂 而酒文化 对我们来说 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了解都已经十分的透彻 比如说你在敬酒的时候 酒杯要低于对方 这可能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那么以酒文化去看待足球 可能能更好地理解足球当中的一些现象 和一些足球的知识或者理论 原来第一点 天赋 喝酒是练出来的吗 你练就一定能从 之前不能喝酒 完全练成一个高主量的人吗 很明显不是 天赋决定了你喝酒的 大概的一个上限 你说我经常喝 可能能保持一个状态 但是想突破它 想高出多少 是很难的 如果说 你在喝酒当中 因为你是为了交一个朋友 为了签一个合同 你是为了喝酒 但你踢球为了赢 也是为了要练习足球 相对于我们的足球 相对于酒来说 我们经常说到 99%的汗水 很重要 是 但1%的天赋更加可贵 对到足球来说 也是这样 我的认为是 天赋决定了一个球员 真正的上限 而你的后天的训练 你的内心的驱动力 决定了你能否无限的 接近于你能达到的上限 这是我对于 从酒的方面 探讨的天赋 对于足球的一个重要性 第二点呢 是我认为 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在踢球的过程中 或者是看球的过程中 尤其是看球的过程中 过分的强调了主观能动性 而忽略了客观的能力 你喝酒 我说你要拼 领导告诉你 一定要拼下来 才能拿到这个合同 你就一定能多喝的特别多吗 不见的 你的客观的酒量在那摆着呢 你说我只要拼 我就能多喝多 不是这样的 这我们一微的强调了主观的能动性 之前董哥有连线 我也听到有人说 我不管国足的真的实力 究竟咋样 我就看到球场上拼不拼 对 承认这是一个角度 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国足的实力 为什么没有提高 为什么国足的实力 不是这么的强 从这个角度反映 这个引申出的一个 特别反制的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如果让 11个死刑犯去气球 是不是能踢进世界杯了 这句话其实就更加极致的强调了 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如果说你在前面跑步 我在后面放条狼去咬你 你是不是一定能跑过这头狼 当然显然是不是的 你还是会被咬到 所以说决定了你的 还是你的最基本的能力 而主观能动性 可能让你畅畅发挥 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从零到有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也常常会发生客观 强调客观能动性的 强调主观能动性 这一个情况 什么方面呢 是我们的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学习的过程中 很多的情况下就变成了 孩子没考好 他一个耳光打过去 你怎么不好好学 强调他没有主动的好好学 但是你没有替他思考 想他究竟发生了什么原因 导致他没有学习好 你问他为什么没有考好 其实在你问他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答案 他无论说什么 你都认为 别过找客观原因 你就是没好好学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句话 逻辑是无懈可击的 你班里同学都一样学 都是一个老师教的 为啥别人学得好 就你学不好 这逻辑无懈可击 但是答案 精悟就精悟在这 他把问题像皮球一样 踢给了孩子 踢给了学生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改 大家的改变 主观能动性 都认为很简单 而客观提高实力 其实很难 你会帮助他分析 他成绩下降的原因吗 分析出的原因 你能找到制定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制定出方法 你能帮助孩子监督他 贯彻执行下去吗 执行完了以后 你会重新总结 发现问题 再去改善自己的方法吗 能有几个做到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误区 只强调主观能动性 为什么 因为强调主观能动性 简单 我只可以说 我就看国足拼不拼就行了 他究竟表现如何 可能我看不太明白 说不太准确 但是我觉得 我能看出来 他们拼不拼 这是酒文化看待足球的第二个视角 第三个呢 就是 白酒是酒 啤酒也是酒 这句话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说 如果你参加一个酒局 有人劝你喝酒 你说 那人说你 我前两天看你喝酒 喝了三瓶 喝了三瓶啊 喝了三瓶啊 你今天喝这白酒 52度的 你也得喝三瓶啊 你说你 你心想 你是不是傻 前两天我在地汤上喝的那三瓶啤酒 你现在让我喝三瓶白酒 酒精度数能一样吗 显然这个道理 他在确实太可笑了 很明显 虽然都是喝酒 但是白酒跟啤酒能对应吗 能对比吗 不能对比 如果你认可这一个观点的话 洛国富踢中超踢中甲 是什么节奏 而12强赛是什么节奏 你拿他在那上场时间 和他的表现 拿过来就能在12强赛上同样吗 也明显同样不了 但是为什么又能带着他呢 我的理解是 虽然说10年前 洛国富能喝四瓶白酒 你现在去参加一个比赛 至少要喝三瓶 但他现在状态只能喝两瓶了 他下降了 可能达不到标准 但是他有一波三瓶斧 可能一上来 能迅速 把酒全部喝完 可能能起到一定的奇效 所以说 他在什么时候上场 他在什么时候出现 他在什么时候起到作用 就是教练所决定的了 而不要学着说 他一上来能喝就能喝 因为他的酒量 不足以支撑全部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结束了以后呢 其实我的论述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方面 我没有谈 是我一直在讲的是足球文化 和的足球文化之间的对比 能对比说我们足球文化 是一个荒漠 足球文化可能也有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这个但是呢 我对比的只是 他在我们生活中融入的 全面程度和融入的深入 而足球文化是很少 是很荒漠 那如何提高我们的足球文化呢 我的一个想法 可能比较浅显 也可能比较局限 只是说出来抛砖引玉 大家一块探讨一下 因为我们坦白说 我们很多人会表达 这个普及的作用不大 精英化的作用 包括董老师 您也说过精英化的重要性 我也是这样认可的 但是我不认为 普及就一定没有作用 而是因为我们当今的普及 并没有很好地为精英化服务 普及是为了精英化 更好的精英化 而不是说普及是为了大家 接触更多的运动 足球运动 更多创造更多 踢球的工程师 现阶段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成绩 让我们的百姓 让我们的父母的家长 对于足球 没有希望 我也查了很多的论文 查了很多的文献 西安的一个调查 94%的家长 练足球的家长 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进入直接梯队 80%的家长认为 学习足球严重地影响了 孩子的学业 影响孩子的学习 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练习足球 与学业 这个矛盾 成为了咱们的 直接矛盾 主要矛盾的时候 那么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再普及 最后也没有价值 那么如何做到呢 其实父母可能 对于家长 对于孩子来说 他只是想让孩子 以后有个出路 有个谋生的手段 那些在学校 能学习 能上学 现在坦白说 现在压力更大了 初中毕业 可能只有一半的人 能上高中 剩下的另外一半 都被分流了 那我为什么上了初中 我还要学足球呢 我为了足球的梦想 为了中国足球的崛起 太远了 太大了 他只关心自己的孩子 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国情 我们可能很难 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说 我们现阶段的解决的是 精英化 首先是普及 为精英化 敲到好的苗子 之后进行对于好的苗子 专项的好的资源的倾斜 并且在这过程当中 对于淘汰的孩子 有一定的辅助的 有一定的职业上的建议 或者是帮助 比如说你可以踢不了球 你可以去做裁判 你可以去做一些清性教练 你可以去校园足球 做一些清性教练 同时呢 在普及的过程当中 你作为 这个精英的学院培养的孩子 你具有一定的球探思维 具有一定的统计孩子 或者体测建立基础的人才档案的能力 足迹上报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逐渐完善的过程 这样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一个人才的 探讨人才的寻找 拿出精英化的成绩 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世界杯 成绩更好 这个时候 我们才利用这个契机 去把足球文化更多的普及到家庭当中 更多的带动全民对足球的热爱 这样才是一个正循环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但是正如中药有引子一样 精英化也是一个引子 而中药精英化的引子是什么呢 是普及 普及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参与足球 而是发现更好的苗子 为精英化做准备 通过精英化带动好的成绩 带动好的成绩 唤起大家对足球的热爱 最终改善我们的土壤 再出更好的苗子 这样才是一个我认为良性的循环 更加真实更加符合我们的循环 而普及的过程 我认为最好现在仅限于小学阶段 因为上了初中 他们都要学习 而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 是当今现在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所以说就这个问题 我也与高岛联系过了 就是小学如果踢的好的孩子 长大踢的好的概率更高 如果你长大踢的好的 小学一般也能踢的好 这是有一个大概率的情况 当然有个别 但我们为了大部分人 个别只能去放弃 或者有针对性的挑选了 所以说坦白说最终的结论 其实还是我第一次说的一个想法 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国情问题 我们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发展 去探讨足球发展 而不要越过我们国情的问题 去发展足球 那样的话是没有这个基础的 以上是我的论述 东哥 好 这个说实话呢 这个九文化你描述的 可以讲的是非常生动 让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自己生活当中 习以为常 但是仔细一想起来呢 又是无处不在 而且呢还非常宽广深厚的这个酒文化 你比如说 你们山东啊 就是祝贺山东 我能夺冠 双冠王 对吧 那今天晚上肯定 这个山东球迷得是推杯换展 一醉方休 在山东喝酒呢 二赔三赔 四赔五赔 这都有讲究 像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四四二啊 四三三啊 这就是属于足球里边的 大家一些基础的东西 你包括我们小的时候 对于酒的理解 除了说 小的时候跟着家长去参加人婚礼 那都是高通晚座 然后这个 这个美酒飘香 然后呢 这个看的电影少林寺 那那个时候全中国 他们的八亿人里边六亿人看过 酒肉穿传过佛祖心中流 再加上呢 打的那个醉拳 我们小的时候 每个人都去模仿那个醉拳 那也是酒 那也是酒 对 再加上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春节晚会上 或者是各种晚会上 都有祝酒歌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长大的学师 这个李白 斗酒三百篇 所有这一切 其实呢 给一个 出生 可能不知道酒是什么 也不会喝酒 也不了解酒的 一个中国的 你说是小孩 还是年轻人 都逐渐逐渐的耳濡不染 然后呢 不断的这种 这种文化的 这种熏陶 那最后呢 可能也成为了这个酒文化当中的这个推广者 或者是遵循者 那每个的大学 这个毕业 那个散伙饭 那也是喝的东倒西外 有的你说是高兴了喝 失恋了也喝 是吧 酒逢知己千杯少 是吧 然后有的时候又是 又是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喝闷酒 就是 孤独的这个喝酒 然后又有什么 人生得意虚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等等 所以呢 所有这些 你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这种 酒文化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这种啊 这个 距离是非常近的 那么足球 你说咱比较能聊出来这么多 你说我们从小看到什么足球电影 有过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足球的 历史的 这个形象和故事 然后平常生活当中 又有多少人在谈论足球 又有多少人在真正的 去 这个 感受到这种足球的存在 你想啊 这个你说了 这个酒 你说有天赋 我天生能喝 但是 也有呢 不断的通过磨练 也能够啊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涨涨酒量的 你看那老话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场酒 都是一次实战 对吧 对 我们中国足球呢 缺少竞赛体系 但是中国的酒文化 永远不缺比赛 也可能明天晚上 今天晚上 后天晚上 就一场接一场的 这个实战就已经 就已经打响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斗智斗勇 对不对 然后增强自己的 这个酒量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总而言之呢 你这么说 我们就能够很清晰的知道 就是足球文化和酒文化 这之间 在中国人的生活呢 那差的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 但是你比如说 国外英国也有酒吧文化 对吧 但是他的足球文化 就跟他的酒吧文化 是一样的 对吧 他同样有着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多少年的历史 传统 然后也有多少年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然后人对于这个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就跟这个对于一个酒吧的认识理解 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你的描述呢 我们更能够知道 其实我们这个足球文化的缺乏 对比于我们丰富的酒文化 真的是相去甚远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也只能说是 通过时间不断的拉近足球和生活的距离 对吧 什么时候 我们谈论球的人 跟谈论酒的人一样多 什么时候我们身边的足球赛 能够跟身边的酒局这个频率一样高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 孩子一出生就有足球的这种文化的产品 能够让他能够感受到足球独特的魅力 对吧 包括我们中国的整体的这个竞赛体系 对吧 你说我们现在年轻人 大学生有喝酒的 对吧 研究生 博士生 然后年轻人 中年人 包括老年人 各有各的体局 相当于各有各的竞赛体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加上我们可能这个商场上 官场上 包括情场上 这酒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当那么多人掌握了这个技能的时候 那你这个国家 那你喝酒的水平肯定就会蒸蒸日上 所以这么两相对比 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文化 对于一项运动 甚至是对于一个社会行为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 其实 其实您要说分析一下的话 就是在上大学之前 几乎是不会让你喝酒的 因为你是学生嘛 你不会让你喝酒 就跟现在小江的孩子是一样的 但是一上大学 很快就能喝酒就会了 很快就酒桌上这种感觉就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家庭成长这些年 已经完成了一个基础的 对于足球认知的理解了 或者对于酒化的认知的理解了 而这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足球的欠缺的 没错 就好像你说 一个大学生一喝酒 那也是很像样的 虽然说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实践 但是因为他耳濡目染 因为他这种文化已经浸透了 他对于酒的认知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了 所以很快可能会成为这个酒桌上的 像模像样的 而且咱们从这种文化的培养的方面来说 家庭层面是最重要的 社会层面也有帮助 真正的 反而学校校园层面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却能把酒文化给传承下去 对 而我们的足球 社会阶段和家庭阶段几乎是没有的 只能依靠于学校阶段 它是反着的 完全反着的 没错 而且校园足球相对来说 方向我认为对于咱们的足球的发展以后 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这可能牵扯到两个部门之间的协调 我认为这是当今最大的一类 是的 所以等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 把足球融到生活了 它才真正的有可能是一种足球文化的自然的滋生 就像这个 比如说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延边朝鲜族 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看见 他们的哥哥姐姐 他们的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 在跳舞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 到了一定年龄 他们就会翩翩起舞 这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到了国外 我们才会感觉到 就是为什么国外的清训 他们不会练基本功 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功 包括他们对足球的基础的认识 早已经是深入骨髓 而我们呢 说句老实话 都是白丁 所以呢 中国的清训会更累一点 你还得跟家长来解释很多东西 而在国外的清训 可能人家家长就是一个资深的球迷 就已经完成了对足球的这种文化的吸收 足球认知的这种积累 所以呢 相对来讲 人家这个发展呢 就会相对自然一点 也会相对的顺畅一些 所以听过小崔 这个九文化和足球文化的两项对比 我们应该头脑更清楚 就中国足球的落后是有原因的 中国足球文化的现实 的确需要很多的长时间的努力 也需要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条件 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甚至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 因为你没有 就是不可能说天天谁逼着你去喝酒 更多的酒可能还是心情舒畅 还是要去感受一种 这种酒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某一种愉悦的心情 这一切可能都得是不断的有积累 没有积累 你所有的没有文化的你的一个建筑 那最终都是空中楼阁 也都是没有根基 即便有一天你立起来了 就像所谓的多皮过骨牌 轻轻的这么一怼 有可能就满谈解除 谢谢小崔 非常形状的 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高学历的中国足球论坛 先后两次 也都是表达了很新颖的观点 也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谢谢小崔 谢谢董哥 谢谢 再见 再见 一看是不是 其实中国足球的文化的建立 你要是和酒队比起来 那真的是荒漠 真的是荒漠呀 你看我们 昨天晚上的聚会 那也是有酒 你看孩子的妈妈们和老邝 老廖之间 就通过这个酒 就能够完成 这个互动 你说给他个足球 他颠会儿 不太可能 所以 怎么说呢 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吧 所以当初我记得我们乐播成立 然后建筑足小将这个平台 我就提出来的三个观点 第一 传播足球文化 二 体验足球快乐 三 实现足球梦想 把文化呢 放在了第一位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进第二位朋友 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也是中国足球小将的老朋友 张总 品硕 他现在呢 是 北京艾米 艾米 一个创业型企业 公司 这创始人 也是小矿妈妈 来到北京之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董哥 我呢 公司可以解决一个小将家长的工作问题 这样的话呢 小胖妈妈呢 相当于来到北京之后 直接就有了工作 虽然说工作很辛苦 他不是工作辛苦 他主要就是通勤的 一天可能得四个小时 每天回到家八点钟 但是早上呢 可能七点钟就得出门了 所以留给老矿的时间 不是太多 但是呢 为了这个 一家人的梦想吧 也在努力着 而也要感谢这个 这个张总啊 给予小将的支持 我们接近来 接近我们的这个张总 张总 张总这个爱帝是战神1573 哎呦我天哪 人家说国教1573 你是和 讲九文化呀 拒绝了我的连麦 谈谈教育部下发的文件 对基层影响 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 啊 我不在乎文件 我每天都在干 有没有文件 不都在干吗 对吧 嗯 你别问我这个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文件 下了好多的文件 有什么意义吗 我也不是学 我也不是学校园的 对吧 你每天就干就完了 对不对 你管他什么文件呢 等到时候再说呗 该到文件的时候 咱们再聊文件呗 你现在跟我这文件干什么呀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直播间 嗯 啊 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 我都不知道 他怎么突然之间让我聊文件 什么文件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文件 估计不是最新版本 啊 哎 来 来 品书 你好 董哥好 哎 这个首先呢 感谢你 呃 这差不多第三个年头了 啊 三个年头以来的 呃 对小将的这种支持啊 首先呢 很感谢 另外一个 你你你你 你也不是走后门 因为本身你确实是 硕士毕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而且我们 帮助你们那个球队 基本上都是硕士以上了 学历 对 好多 好多 硕士啊 硕士啊 但是现在呢 由于工作太忙了 呃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也说过 你可能那哥几个 踢球的时间 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哎呀 今天一年能踢个 一两次就不错了 一两次就不错了 但是你仍然 呃 热爱着足球 关注着足球 最重要的就是 也给 呃 小将很多的支持 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 对足球的这么多年的 呃 认识 理解和思考 然后今天呢 参加我们的论坛 呃 品书呢 是北京化工大学 测控技术 呃 硕士 今天你谈的话题是 以认知逻辑 解读中国足球文化 也是谈到了文化 当然这里面呢 重点的词是 认知和逻辑 那好 你说你开始吧 嗯 行 董哥啊 董哥好 大家各位车友好 呃 其实为什么选择 这么一个主题哈 呃 一个是因为这个 这个董哥在这个车上啊 经常说认知这个词 啊 那么认知 到底什么是认知啊 大家可能认为这个认知啊 其实是一个很 容易理解 或者很通用的一个词哈 大家可能不会去 考虑背后的一些 啊 底层深层色的东西 啊 呃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 呃 您来过我这儿哈 您看到我们这有一个 那个训练营啊 针对创业者的训练营 啊 其实我们这个训练营 有课上是有这门课的 就是认知 关于讲认知 哦 有这么一个课啊 正好前几天呢 刚开来这课 所以呢 我就有点现学现卖 你知道吗 啊 想把我的一些 啊 学了这个课的一个感受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说一些新的观点啊 但是是说 很多观点在印证 董哥你在说 车上说的很多说法啊 印证了你的一些观点啊 其实我想把我的感受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好 那我就正式开始我的分享啊 呃 其实认知认知呢 呃 首先有两个基本概念啊 一个是认知本身啊 还有一个是认知闭环 啊 就两个概念 一个是认知本身 还有一个是认知闭环 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认知啊 认知本身 其实认知呢 就是人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 最基本的一个心理过程啊 但是呢 他是有这个领域组织和个人之分的啊 首先领域啊 比如董哥 你对足球领域的一个认知程度要比我要高很多啊 那可能我呢 在这个 比如我们做这个创业培育创业孵化啊 我们在创业的领域 可能我的认知要比你高一点 所以领域跟领域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边就 认知领域不同的这个差别 大家差别很大的啊 就所谓 比如说 咱们叫叫 隔行如隔山 嗯 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其实都在说领域的问题 领域不同 认知是差别很大的 那比如我对足球认知 那可能我觉得我认知程度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我就没有这个发言权 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我是没有这个足够能力去评论中国足球 那我这是我对足自己的认知啊 那比如说认知还有组织跟个人的区分 那你就像咱们这次国家队的这个教练组这个事啊 你像李小鹏 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认知 但是这个教练组这个团队 他是一个组织的认知 他是有个人跟组织区别的 我先说明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 从结构上来讲 就是认知的结构性上来讲 他有三个维度 一个是深度 第二个是宽度 第三个是高度 他是有这三个维度的 比如深度啊 深度什么 深度就是你掌握认知的细节的情况 掌握细节情况叫深度 那么宽度呢 宽度是你掌握的这个认知数量 数量的情况叫宽度 高度呢就是你对整体情况的了解 他是这个高度啊 他是有这三个维度 比如董哥我举你的例子啊 就是你做中国组织小将 那你带中国组织小将 这是球队 你带当教练啊 这是一个做深度的事情 然后你带他们打比赛 其实你建了很多的球队 国内国外的球队 它是一个宽度的事情 那么你有了对中国轻训和这个 整个世界轻训的一个了解 它是一个高度 这就是深度宽度和高度的一个区别 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观点啊 有一个结论了 就是什么呀 就是当你学习一件东西的时候 或者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先从什么开始呢 应该先从深度开始 然后再是宽度 然后最后是高度 那么比如说董哥就是你做小将 其实就先从深度开始 然后做了宽度 然后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是一个正确的过程 这才是正确的过程 但是咱们现实生活中啊 就是往往其实很多人不是这么去做的 有很多人就是只有 只做了宽度没有深度 你知道这有两个原因啊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你做深度的事情 其实你要付出很多的 你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付出大量的时间 你要跳出你的舒适区 你要去做很多 付出很多代价了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深度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做宽度的事情啊 更容易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 从心理上 心理学上来讲叫社会期待 它是符合社会期待的 所以咱们看很多有宽度人啊 他很有市场 我就不举例子了啊 就是很多人 比如媒体人 很多的媒体人 他其实是有宽度的 他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的 就说白了是符合大众的口味 所以这种人更容易得到社会接受 他就是一种社会期待 但是你说他做的有多深吗 他不必有多深 他只是掌握了一种宽度而已 所以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就大家愿意做宽 不愿意做深 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个就是我从这个结构型 认知的结构上来讲 这三个维度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 就是认知啊 他其实是有四个阶段 四个层次啊 四个阶段 四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信息阶段 什么叫信息阶段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行 就是信息阶段啊 就是愚昧之间啊 第二个阶段叫意识阶段 意识 有了意识呢 是你知道自己不行 第三个阶段是叫能力阶段 到了能力阶段 就是你知道怎么行 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呢 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知道怎么行 最后一个阶段叫逻辑阶段 逻辑阶段是什么 是知道为什么行 就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了 咱们其实很少的人 能达到逻辑阶段 达到能力阶段 其实人也不多 就是 就是当你到了逻辑阶段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想明白 把这个 你才可以创造一些方法和工具 你才能够处类彭通 才能够举一反三 你就比如说 董哥你做这个高学历论坛 其实有很多人质疑说 高学历就能对足球有很高认知吗 答案肯定不是 但是 但是是什么呢 就高学历人 就像读过研究生博士 他其实对这种研究生教育 最核心 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培养一个人的逻辑能力 他是钻石链人一个逻辑能力的 所以你到了这个阶段呢 他对你逻辑能力的培养是有很多帮助的 所以有了逻辑能力 你才能够掌握最底层的东西 你才能够说是 处类旁通 举一反三 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把这个认知四个阶段说完了 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的认知水平 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式 怎么说叫高质量的决策 需要什么呀 需要一个人的认知的水平达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说能力阶段 就知道怎么行那个阶段 而且达到这30%以上 刚才说高质量 什么叫高质量 我们叫高质量叫高成功率 高可靠性 高这种有持续性的一种 所以叫高质量 那么董哥还是举你的例子 因为我可能对你更了解一些 举你的例子 就是你带小将 四五年的时间 这个胜率这么高 起码说明了你的能力 达到了 就是你认知水平达到能力阶段30%以上了 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这是一个结论 那么关于认知这块 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效应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达克效应 总共在你的微博上你发过这个 有的车友做成了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曲线 是吧 一开始就是知道自己 不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 是在语问之巅 然后后来意识到自己不行之后 是到了这个绝望之坡 后来知道怎么行的时候 就开始爬那个开悟之坡 往上爬 最后到认知高原 这叫达克效应 也叫这个邓宁克鲁格心理效应 这是一个人一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一个人必须要经历这样 到愚昧之巅 到后来绝望之骨 到最后再往上爬坡的过程 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对 这个效应也解释了 为什么说达到愚昧之巅的人 去对那个大道认知高原的人 是一种谩骂 攻击谩骂的关系 解释了为什么 这么多人在网上这么骂 就是达克效应 这个说明什么 就是能力欠缺的人 其实他往往无法正确认识 自己的这个不足 就是越是无知的人 他就盲目越自信 达克效应说明就是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梅迪奇效应 不好意思 什么叫梅迪奇效应 懂不懂你知道文艺复兴啊 文艺复兴是起源于佛罗伦萨 当时就是因为啊 就在15世纪的时候 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 他资助了很多这个艺术家 他把这些艺术家的这种作品 展示在这个教堂啊广场啊什么的 所以全世界各地艺术家 全到佛罗伦萨里来 啊大量的人才在这汇集 然后大量思想在这碰撞 迸发 所以产生了很多很多新的想法 新的思路 就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这就促成了文艺复兴 这叫梅迪奇效应 就是梅迪奇家族他们带来一种效应 梅迪奇效应 那这种效应呢 其实就到董哥你这儿啊 其实你做这个 中国足球小将 它就是一种梅迪奇效应 就是一种梅迪奇效应 因为你吸引 其实你选了很多优秀的种子 苗子啊 然后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边去 跟你去碰撞 包括你做这个2034杯 它也是一种梅迪奇效应 你包括你就做这个高学历论坛 包括后边你要做那个 世界清训的一个论坛 它都是一种梅迪奇效应 因为各种各样的人在你这儿碰撞 会几次想的碰撞 会产生了很多想法 这就叫梅迪奇效应 这个梅迪奇效应 对于提高人的认知 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没有你这种小将 不可能那么多人去了解中国的清训的 不可能知道 中国有这么多孩子在踢球了 这就是梅迪奇效应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想讲就是控制点 一个叫控制点理论 什么叫控制点理论 这是人格心理学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就是说你看这一个人 对一个事件的责任 到底归因于自身的责任 还是归因于外界的因素 这是一个有一个分解点的 如果归因于自己 把责任归因于自己 这个事我做错了 是因为我的问题 这叫内控点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是把这个理由 原因归结于这个外边 比如 比如中国就说 又失败了干嘛 找什么什么借口理由 这个叫外控点 这个内控点 外控点 是区分一个人 是否能够真正成长 进步的一个关键点 内控点更容易去改变自己 更容易去进步 而外控点不太容易 不容易去货的成长 这就是 其实董哥你的车上 其实改变了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人 其实你再怎么跟他 苦口婆心的去说 他其实改变不了 他是因为他是外控点 他改变不了自己 这是叫内控点的理论 因为改变一个人 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如果他是外控点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效应 比如说 像叫 守阴效应 守就守次的守 阴是因果的阴 守阴效应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对你不熟悉的话 你给他的印象 决定了他对你的一个认知 比如说有人说 董路就是一个说球的 能当教练吗 这就是守 他对你的认知 这叫守阴效应 比如说还有叫 静阴效应 静是远近的静 阴是因果的 静阴效应 就是 你对认识的人 最近的了解 你最近了解情况 是决定了你对他的认知 比如说 像这个 李铁带队 一赛 输了 可能就是全盘否定 全盘否定 他所有的这个东西 就叫静阴效应 还有一个是叫刻板效应 叫刻板效应 什么叫刻板效应 就是人的一个思维观性 就是思维观性 比如说 有人就说 董路做小将就是卖孩子 这就是典型的刻板效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可能所有人都是 做青春都是要卖孩子 那你董路做小将肯定也是卖孩子 所以大家得出这样刻板效应 一个惯性思维 就是这些效应 其实是阻碍一个人的认知提升的这些阻碍 都是他们提升认知的一个阻碍 就刚才我说的是认知本身 那我下午再说一说 这个认知闭环 什么叫认知闭环 就是我们做成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认知闭环 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分了四个节点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叫感知 第一个叫感知 第一个节点叫感知 就感知是对事物的一个敏感度 敏锐度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认知 就刚才提到认知 认知是这个认知闭环 第二个节点 那么认知之后呢 是决策 决策啊 就是你把这个你的判断 做出判断 做出选择啊 这是决策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行为 最后一个节点是行为 就是有了决策之后 你要落实到行动上 就是行为 这个四个节点就是 变成了一个认知闭环 就任何事情 你要想成功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四个节点 才能够成功 为什么说这个事啊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像第一个感知 我们感知这个环节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叫感知缺乏 感知缺乏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像就吴磊 咱看吴磊踢球 大家看到可能就是说 吴磊失去了单刀 但是你看不到 吴磊创造了单刀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感知缺乏 这个是经常大家会碰到的问题 比如说董哥 其实你在小将出国比赛啊 什么的 其实就是在提高 他们感知的一个敏感度 敏锐度的问题 就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啊 什么 第二个认知 认知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认知失调啊 就刚才我举的例子啊 很多人就做宽度 不做深度 他就是一种认知失调的一种表现 第三个呢 就是认知 把认知变成决策 大家容易犯的错误什么 叫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就是你把这个认知 要变成一种正确的决策 其实它是有条件的 有两个条件啊 第一个条件 比如说第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达到一定认知总量 认知总量 我们说什么叫认知总量啊 就是认知的宽度 深度和你的高度加一起 叫认知总量 你要有一定认知总量 你才能够把认知变成正确的决策 第二个是 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要做选择 做选择体 有舍 但是必须 有得必须要有舍 就是你要学会放弃 我们很多人 其实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放弃 就是你既要 又要还要 你什么都想要 你就像我们看球一样 又想他 这个要赢得比赛 又要提到漂亮 又要 对 这就是又既要又要还要 你 就是你不知道放弃 我们很多人其实在犯这样的错误 你不知道放弃 总之你在车上经常会说 我们就是你说这边 能力低欲望高 就是这个 能力低 但是你的 你的能力是无法支撑的欲望 你不知道放弃 然后第四个 就是当你的决策变成行为的时候 人人要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屡教不改 屡教不改 中国足球这么多年走过的路 其实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 咱就不说了 就是 这就是一个整个认知闭环的过程 其实我再举懂个你的例子 就做小将的例子 就是回顾你整个历程 一开始的白队杯F4 其实你是建立你的 这个感知的过程 然后有了 你带小将去打比赛 你就建立认知的一个过程 后来到体教结合 是你 你决策到行为的过程 所以说你带小将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具有体教结合特色的 情绪道路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闭环 是这么一个闭环 那这说认知闭环呢 这里边有一个观点 什么呢 就是如果一个组织 要想一直保持高质量的正确方向的话 你要考虑两个条件 第一什么呢 就是你一个组织里有一个人 能够达到能力阶段 要达到能力阶段 这个人要达到能力阶段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这个组织要形成认知闭环了 你没有认知闭环 你是保证不了你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有这两个条件 咱可以对比一下 中国做学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是这个人的问题 还是组织的问题 还是认知闭环哪个节点的问题 可以去找 其实前两天 董哥你发这个车 就是关于教练组的时候 我一直在考虑 我做的一个很对的一点 就是他其实用整个教练组 来弥补他认知缺失的问题 和整个认知闭环的问题 然后刚才说完了 认知和认知闭环 这里面其实如何提升人的认知 和认知闭环 其实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像这个 其中一个方法叫科医训练 科医训练 最简单的 董哥你做了大量的路向分析 这就是在科医训练 什么训练 你给小匠做了很 刻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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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刻意训练 就是你做了那么多路向分析 他就是一种刻意训练 你给小匠留那些家庭作业 也是在给他们做刻意训练 这就是提升认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叫本质讨论 就是今天现在 此时此刻 我在跟你做这个交流 其实就是一种本质讨论 这种本质讨论 其实对我的认知提升 是有很大帮助 你经常会跟一些高人在讨论 其实这个也是对您的认知的提升 会有很大帮助 要本质讨论 这个方法很多 我们就不一介绍了 这里边 就是比较 共同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跳出舒适区 跳出舒适区 你要提升你的认知 一定要跳出你的舒适区的 我们说 舒适区 就是中间的一个圈 然后外边 有一个圈叫学习区 然后最后是到恐慌区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想提升自己 一定要跳出你中间那个舒适圈了 而且到这个学习圈和恐慌圈去 而且需要长时间 长期的去锻炼自己 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步骤 不是很容易 但是这种往往很少人能够做到 大部分人还是碌碌无为的 您说的这个精英教育 其实是很对的 就是大部分人 其实达不到这种水平 只能是很平庸的状态 只有少部分精英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就是跳出舒适区 一直长期再去提高自己的作成 另外就是关于认知 还有一些人性的东西 还有人性的东西 您在车上经常讲到一些人性的东西 这里边比如说像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不太多时间 比如像这个认知行为里边 有一个乐文公式 什么叫乐文公式 就是人的行为等于 人和环境的函数 就是人的行为是由人和环境 共同决定的 那环境在这里边 其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你就比如说像足球场里边 这种集体的谩骂 你说它是人的因素 它是一个环境的因素 大家都在去那么骂 所以导致你也会去 不自觉的去 觉得这没有什么 是吧 它是用环境决定的 所以这也叫这个集体无意识 在那个环境里边属于 集体没有这个意识 还有啊 比如说像这个 在人的认知动机里边 有两个最底层的动机 叫什么呢 叫侵犯动机和利他动机 侵犯利动机和 就是人的最基本的这个动机啊 人的作为人性 最基本动机两个 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叫侵犯动机 一个叫利他动机 什么叫侵犯动机 就是跟我不是一类的人 我是自然会有一种潜意识 我要侵犯 这叫侵犯动机 那什么叫利他动机 就是你跟我是一类的 那我要维护你 我要赞同你 维护你 这叫利他动机 所以在族学环境里边 很明显的这种 就是比如这种球迷文化 包括像这个C罗的球迷 和这个梅西的球迷 一直在撕哈 它就是一种侵犯动机和利他动机的一种集中的体系 这没办法 这是人性 就是所谓古岛 是吧 也是这种这种这种侵犯动机和利他动机的体系 这是一种人性 你还有在 还有比如说就是认知人格里边 讲到说我其实不是一个我 是有六个我 就是我之所以是我 但是不是一个我是有六个我在 在我身体里边 这里面包括像本我 字我 抄我 读我 课我 敬我 有六个我 你就比如说现在 我参加来参加董哥您这个论坛 其实比如有一个我会说 哎呀 干嘛去参加这个东西 中国足球就是一潭浑水啊 你干嘛要去摊那个浑水呢 就是有一个我会这么说 啊 然后还有一个我会说什么 哎呀 这个表达不好和你说的不对了怎么办 丢人现眼了怎么办 有人有一个我会这么说 你还有一个我会说啊 不要去抛头露脸啊 你这个要低调做人 还有给我会这么说 还有一个我会说什么 你没关系 你就把当作一成品 当作一次自己的一次刻意训练 啊 跟董哥的一次本质讨论 提高自我认知的一过程 就好了 你其他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那么多 所以我身体里边很多个我在自我斗争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人有很多面的啊 所以这也是人性啊 呃 这些都是反映人性的东西啊 就是 因为董哥你在车上其实有很多形象的表述啊 表达 其实也都是说的 在说人性 我只不是在用一些这些理论观点去支撑你的一些观点啊 然后因为足球文化 因为他足球它是一个特殊性嘛 普及性就有世界地域运动啊 这种普及性 所以足球文化它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一个浓缩啊 你社会什么样 足球就是什么样啊 这些东西都是归因为于人性的啊 呃 最后啊 最后我再表达几个观点啊 一个呢 就是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了他的格局 而他的格局决定了他的他的结局啊 就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自我认知和认知这个世界啊 最大区别在这儿 嗯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啊 就是往往就是跟你最接近的六个人 或者是你最接近的三个认知渠道的平均水平 是画等号了 就咱们看你周围是你跟什么人接触最多 他们是什么认知水平 那你决定了你是什么认知水平 那就是六个人 你接近最多的六个人和三个认知渠道 他们的平均值 第三个观点啊 就是认知高级的人 他往往是具备空白心态的 他是一直具有这种开放的学习心态的 越是认知高级的人 他的越是有学习心态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人有两次生命的话 那么一次是你的肉体出生 第二次是你的认知觉醒 好 董哥 我的分享完了 大概是这些 品叔 虽然咱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但是我们在一起呢 坦白说呢 没有特别深的这种交流 虽然说你跟我曾经多次表达过 说我在车上的表达 或者是我做租小将 和你做 你现在做的这种 给了我很多启发 给了我很多启发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呢 也没有真正的了解 太深刻的了解 你所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呢 我坦白说呢 我应该帮你叫一声老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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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别这样 不管你在我车上 停留过多少 多少趟车 或者多少年 但是你今天的这些表达 我不得不回去 我得重新再 认真的再听几遍 但是你基本上说的 每一样的情形 包括它的现象和本质 我都能够比较敏感的 能够触摸到 但是这其中的这种逻辑 包括有一些理论 这么多的效应 这么多的阶段 这么多的这种 这种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系统的 然后又很全面 然后又深入浅出的 这种表达 确实是 也丰富了我的认知 也丰富了我的这种感受 真的挺 董哥都在你的车上 都有体现 这些观点都在你车上 有体现 对 我接着想表达的就是 我其次呢 就是我听完你的之后 我又很感到骄傲和自豪 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 认真的系统的 去向任何人 或者通过任何渠道 去学习 所有的这些理论 但是我能从这些 你表达的这些理论当中 我又能够迅速的找到 好像我曾经建筑起来的一些认识 和理解 这一点呢 我倒挺自豪的 是 我说嘛 都在印证你的这些观点而已 我没有新的观点 都是在印证你的观点而已 不 但是我觉得挺好 就是 至少你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 第一你补充了 我的一些表达的体系 第二一个呢 你又把我曾经 这么长时间内 所表达的东西 通过理论 又能够给它提炼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挺好的件事情 就是我 我很感谢 当然了 有一些东西呢 我也去 得去重新去消化 你包括这个 认知必还的 这个 怎么说 这个理论吧 我想可能是 小象是通过 认知 感知 感知 认知 决策 和行为 最后他不断的 又有新的感觉 循环 新的认知 新的决策 和新的行为 然后你再通过 这一个闭环 你又有一点一点的提升嘛 所以可能我们 就是 无意当中吧 可能我也是走上了 这一条 认知必还的道路 然后最终呢 是的 也能够一点一点的前进吧 虽然说 也有很多的不足 但你最后这一点 我觉得挺好 就是和你最接近的六个人 一个人的认知 和你最接近的六个人 和三个 最多的信息获取渠道 是吧 对对对 相吻合 所以一定要跟高人交流 一定要多跟高人交流才行 嗯 那咱俩以后 我想得多交流 我想跟您交流 我当时我就在想 我平常接触最多的六个人 我老婆 但我老婆有一种格局 就我老婆你看 就是她 她多多少少 她虽然不懂足球 但是她能够 她有很 她有不错的格局 比方说我去帮助别人 我去舍己为人 但在她眼里 她觉得都是应该的 并没有给我 我嫂子那 我嫂子那人 绝对是格局非常高的人 是吧 对 那中秋还是她高攀了吧 应该是 然后还有就是灰子 灰子我接触最多 灰子是没有学 没有学历的人 但是灰子有一点 就是我在想 灰子在我面前 从来不提 足球小匠和凯凯和她儿子 就是相反 就是她 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个小匠的家长 然后跟我天天在一块 她会 会首先会想 可能会通过这种关系 然后最后完成 对她儿子的某一种 什么 什么什么青睞 或者是什么 但是 我跟灰子接触 我都感受不到 她有儿子 我甚至都感受不到 她有老婆 所以这个 这也是灰子的 这也是灰子的高明之处 也是高明之处 然后还有 你请那些 比如请那些教练来 其实就是 不断提高自己认知的过程 那些教练啊 过来 对 对 从这个 各种这个 谢指导 杨晨指导 沈指导 是吧 徐亮指导 刘盈指导 的确 他们每一个 每一次到来 我都是 不愿意放过 每一个细节 他们的表达 他们的 理论 他们训练当中的 方式和方法 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这种 技战术的理念 也不断地去学习 其实我每天 也都是通过 录像的分析 然后五大联赛的 去怎么样 能够嫁接到 小将的这个训练当中 所以不断地去学习吧 所以非常感谢 深度 深度 宽度和高度 我才明白 为什么我比很多人强 就是我没有 仅仅做的 做宽度 我是真正的 每一个细节 去挖下去 然后 对 还有 我也会跳出来去看 小将和 和中国清训 以及未来我们 争取探索的 新的方向 是这样 是这样 没有深度 是做不了那些事情的 这个张总 你再介绍一下吧 就是为什么说 你能够有这样的表达 我刚才 我甚至在想吧 如果我要像 你一样的表达 可能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就是我会有 更多的 这个追随者 因为要平和 但是呢 同时我要担心呢 有可能我会失去 某一种斗志 不是董哥 我觉得您的表达 没有问题啊 就是您说过的 比如你必要保持 这种斗志啊 包括你 如果你不去 这么高调去做 你小将早就死了 这个我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我呢 其实简单说 真的是把这次 跟您的沟通 当做是对我的一次 认知提升 你知道我在跟你 今天在说之前 其实我在刻意训练了两次 我还计时了 我要看多长时间 啊 我要把我的表达 表达出来 而且 我是有自己的讲稿 我把这都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我要自己再去练 它都就是一种 刻意训练 这个你要付出的 没办法 嗯 非常完美 真的 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吧 我相信今天 你能圈不少粉 我也相信未来 我们不仅仅可以谈足球 我们完全可以谈 更多的话题 包括个人的 自我价值的实现 包括企业的生存 发展等等 我相信这些 你也能够分享 你的一些经验 也能够给更多的朋友 带来一些启示 启离和实力的帮助 嗯 总共是这样 就是 我们其实做的是 叫创业孵化啊 说白了 就是培育小 这种初创型的公司的 其实跟您培育孩子 去做题球 是一样的道理 您要发现好的苗子 其实是选择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在我做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做的是 一个领域比较窄的 叫新材料领域 就是您学的是 无极高 也是材料类的 这种创业者 就是把 想把这种材料技术 培养成一个公司 然后让这公司做大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发现 就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太低了 我们对这行业的认知 程度太低了 后来我们就找到 行业里边认知高的人 就高人 就是我们这训练营的导师 我们有一个上任公司的老总 来跟我们讲 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 认知的东西 都是上任公司的老总 就是我们训练营的导师 来跟我们讲的内容 他讲了三个小时 我就 我讲的东西 真的是一个皮毛 冰山的一角 他讲了很多很多东西 而且三个小时 还没有讲完 他理论深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也是在 学习过程之中 我说现学现卖 真的一点不夸张 只是把我理解的东西 跟中国租秀的 有这些结合 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想表达 董哥就是 您老说 这个表达感谢什么 其实我真的 我觉得这么都不用 可能那我呢 其实代表了 一种类型的车友 或小江球迷 这种什么类型呢 就是说 一个是上游老下游小 你岁数也不小了 四十多岁了 是吧 中间还有工作 所以平时很 很少有时间去 比如说上您的车 什么 有时候真的是没时间 或者说精力不够 上不 就是不可能 每趟车都都上 没有那么多精力 但是呢 确实一直关注小江 就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热爱 关爱 就是想给小江做一些事情 比如像上次那个 就安居客的时候啊 打就打那三四名吧 那最后我也带着我们同事 我们家人一块 很多人都去看了 跟小邝妈妈 给我们 让我们去看 当时 你像邝乐雷 小江他们来 最后卸场的时候 我真的是感动的哭了 因为这种 这种感觉 发自内心的 你像我也是去 我也算是黄马的 一个 比较喜欢黄马的 一个球迷 我也去柏纳屋 看过球 但是在柏纳屋 看球都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就感觉 小江真的是 自己的主队 你有了一个 精神的依托 咱不如把所有的 希望都记错小江身上 但是你真是 发自内心的去喜欢 但是他们确实 也给了我们 带来很多希望 所以我们 对于我来说 只要能给小江 做点事情 就是对我自己 内心的一个 最大的满足 其实这个 是我内心的一个需求 能够满足 我内心的需求 就是为小江 做一些事情 是满足我内心的一个需求 这就是我说 那个利他的一个动机 好的 皮叔 我觉得未来呢 我们有的时候 至少在孤岛上 我们不见得 每一期都聊足球 如果真的聊创业 找一天呢 我也是一种 学习的态度 然后我们在 各方面 再进行更多的交流 好不好 好的 我想说的是 感谢东哥 今天你的 在发言的过程当中 以我 就是这么多期的 观察和 和总结呀 确实是认可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希望你 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 跟更多 喜欢你表达的朋友 来分享你的 观点 没事 你也可以开个直播 我觉得 没问题 不行 缺乏自信 缺乏认知 不不不不 你要完成 你的认知的 你要完成 你的认知的 闭环 对不对 行动闭环 对不对 你要走出 你的舒适区 你要进入 学习区 然后你接受恐慌 然后你击败恐慌 最后你能够真正的 找到心灵的 舒适区 那才是真正的舒适 对 好吧 谢谢东哥 感谢 好嘞 再见 非常感谢 你回头回放一下 非常完美的表达 谢谢 好 我首先感觉就是很 就是 我比较欣慰 就是因为在阶段性的 高学历论坛的最后一期 然后包括刚才的小崔啊 也不错 然后又有品出这样的一个王炸 我真的我认识他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真 说就什么样的问题 认真探讨 十分钟以上 没有 但这一次我真的 光我 我的笔记又记了两页 回头我会认真听一下 一个是有我学习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也有我感到欣慰的 就是 品出他他总结的很多东西 都是有理论的 都是有理论的 而这些理论 正在不断的 印证着我在车上的很多的表达 这就我就接近到 那个阶段就是 不知道自己知道 不知道自己知道 怎么这边没有弹幕了呢 很完美 我都往不好是吧 曾经呢 有人说 你们这论坛有什么意思 你们高学历 甚至还有人觉得认为是歧视 你们高学历的人就一定懂穷吗 他没有明白 就这些人说白了 从认知角度来讲 就根本就没法理解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 要强调这个高学历 因为我就是想让有能有逻辑的人 来聊一聊 能有联想 能有逻辑 能有分析能力的人 去给我们提供一些 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一些新的方式 和新的角度 因为以前你想要么就是球迷 跟他瞎起哄 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抒发 要么就是媒体人 媒体人我最了解 那不就是做宽度不做深度 更没什么高度的人吗 对不对 最多有点感知 稍微有点认知 根本没有什么决策 更没有什么行动的人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相反 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的 有逻辑的 有逻辑的 在认知基础之上的 一些对中国足球的看待 我们如果我们看中国足球 都没看明白 四十多年就一个认知 就一个角度 那你说我们想要改变的 不就更难了吗 是不是 这哥们有点东西吧 张品书 他的微博ID是战神1573 哪天吧 我再跟品书我们再连线 但是就不聊足球了 不聊足球了 我们可以聊一聊 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企业 就是年轻人创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你想啊 很多年轻人走出 想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学习 很重要 另外一个 当你走出舒适区 你就意味着有一天你会恐慌 又怎么样去战胜这种恐慌 最后能够实现 一个强大的自我 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 找到自己内心的舒适区 真正的舒适一定是有恐惧 有难受 有忐忑 但是更多的就是一种欲望 战斗 然后实现 然后超越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的一个心灵的 真正的舒服的地方 而不是说所谓的舒服 就是在洗脚房里边 捏着脚 听着歌就叫舒服 不是真正的舒服 一定就是 我也有恐惧 我也有忐忑 我也有不安 但是我有更多的 就是战斗的欲望 强大的自信 坚定的信念 勇敢的战斗 最后迎来属于自己的 心灵的 归属 歇会儿 天不长夜长 我得冷静一下 品书这个太牛逼了 这个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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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多逼的 我不知道 就是原来我以为 品书我认识 我了解 能表达什么样 我真的没有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它也激发了我刚才的这段表达 所以我们听一首歌叫永远不回头 在天生破晓之日间 我想要跑向闪电 遥望星辰 像世界起床永远 当月光送着今夜 我想要月入海面 找寻起点 看是一刻会改变 年轻与泪水会白流 痛苦和交往 这一生都要永远 年轻的心灵还会沉抖 在哪里风雨 我和你也要向前撑 永远不会痛 不算天都不高 你永远不会痛 有小的寂寞 感动的快乐 都在我心中 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会痛 不分不游多长 黑暗是弹磨 連我燃燒我 都要去接受 永遠不會痛 永遠不會痛 在天色莫小之前 我想要爬上閃電 陽光星塵 像世間 祈求永遠 但愿我的手中经验 我想要愿入海面找寻起点 开始愿何会改变 年轻的泪水不会白流 如果不得骄傲 这一生都要拥有 宁静的心愿可会残留 招大的功力 我和你也要相见终 永远不会痛 不管天有多高 忽悠和寂寞 感动的快乐 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会痛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 在北京工业大学的李唐的舞台上 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块演唱的这首歌 永远不回头 当时台下掌声一片 我在台上声嘶力竭 那个时候我嗓子比现在好 我所庆幸的就是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没有回头 我勇往直前 听说今天高宁指导开直播了 讲了怎么样击败中国族小将 我很尊重高宁指导 但是他说的这把人 狗屁不是 因为他都没有真正的了解 中国族小将到底为什么能赢 他走马观花 他走马观花 当然了他有一定的认识高度 但是他说他要提到说 他来教你们怎么来击败中国族小将 别听他的 听谁的呢 听我的 有一天我给你讲讲 怎么击败中国族小将 好吧 那听我的解灵还需戏灵人 他一直想听我给他讲 我营求的秘籍 但我一直没有时间 也刚好就没给他讲 为什么呢 他说要到六十岁过生日那天 他找一批人过来来灭我 他没戏 他没戏 就为什么他没戏 我跟你说他为什么他没戏 他呢还是没有放下 他专业人员的架子 你知道吗 就是他已经不错了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击碎自己 他的今天的表达 我大致听了一小会儿 我因为我相对比较了解他 我就知道他呢 其实在顾忌着身边的人怎么看他 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忘我 所以他没戏 我很尊重他啊 我还是管他叫兄弟 他管我叫哥哥 但是我要是跟他讲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兄弟 你来北京这两天 你跟我接触两天 你也没有真正学到我 真正的核心 就说你必须得击碎你 你现在还 还在意着你的专业身份 还在意着你周围的人 会怎么看你来表达我 你就没有真正的忘我 你没有忘我 你没戏 他没戏 他没戏 这我也愿意说实话 我当他面可能没说出来 但既然他这么表达了 我就可以跟他讲 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还在意着 他身边的一些所谓专业人 会怎么看他 所以他评价我的时候 他含着说 你明白吗 他含着说 因为他不能够最真实的表达 他的想法 因为他怕他说的太真实了 很多人会认为他捧我臭脚 很多人会认为他 没有体现出专业人的某一种什么 什么傲骨 或者是专业人的某一种信心 其实不是 我赢了四年 我还不值得你 放下你们那些臭架子吗 你们不放下臭架子 我会很高兴 因为我还要赢你们 什么时候你们真正放下架子了 我会含糊 知道吗 没有友谊 我们没问题 我们没有问题 你们不要 你们太把人和人之间的东西看得太重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尊重 就是说实话 明白吗 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尊重 就是说实话 如果我要能帮助高宁为首的 或者以他为代表的 所谓的专业人士 专专业轻讯人士 我最大的帮助他们 第一就是赢他们 第二我告诉他们 你们必须放下架子 重新开始建立你们对于轻讯的认知 建立你们真正的对专业的理解 那一天才是中国的轻讯真正可以腾飞的一天 如果你们不放下这个架子 中国诉求永远 中国情绪永远都没戏 我一个人起来就给你们干成这样 你别忘了 可能未来还有五十个一百个我 同样都会起来 知道吗 没有矛盾 就他谈到了这个话题 我才会说 他要不谈 我就不说了 他说他要击败我 那我就告诉他 现在没戏 就他这种想法 他这种思想思维不够 他得重新建立起来 到那一天才行 好吧 因为呢 这个圈子呢 我就觉得这个圈子吧 特别逗 这个圈子本身呢不团结 但是这个圈子呢 当异己出现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团结 所以这种团结是虚假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们只是为了维系一个圈子的面子而已 可是面子对中国足球来讲 有俄屁用啊 中国足球还有面吗 对不对 你们专业的输我四五年了 你还有面吗 把那面扔了吧 狗屁不是 一点所有都没有 知道吗 一点所有都没有 你看我踏实实每天都研究的什么 拉马西亚怎么提 黄马怎么提 对吧 你们谁研究了 对吧 我坚持了四年跟孩子的这种文化的输入沟通 和激战术的这种熏陶 你们谁做到了 你们都没做到 你们还敢赢我 你上哪赢去呀 对吧 足球这么大的偶然性 四年多了没人赢我呀 对不对 别闹了好吗 来 咱们接下来 进入下一个论坛 有人说我狂了 什么自负什么的 你怎么不看我 我卑我谦卑的时候呢 你高明来了我都以礼相待 我还不够谦卑你还说我自负 你这从何而来呢 佩佩来我都以礼相待 任何一个给小将 这个帮助的球迷 我都会真诚相对 我的自负在哪呢 我只是自负 针对于这些圈里边 这些所谓的瞧不起我的人 我当然得在他们面前自负了 对吗 你都瞧不起我了 我还给你谦卑 我娶你大爷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你问过你是谁吗 你问过你是谁吗 我真正的自负 你高明能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吗 你高明能出现在我09的家庭的聚会上吗 你以为你真多厉害呀 你以为你真多牛逼吗 不是 那是我们带人接物的真诚 对吗 对吧 你我们家庭聚会你带来一个你的学生跟一个家长 我当然得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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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不打招呼 你自己带马带人 这是小带小带妈妈 小带爸爸的 我们家庭的聚会 你还带外人来 你这个 我当然得说你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你说我自负 敏感 不对 这是做人 这是做人的最起码的 标准 对吧 没传错话我听了 这段我听了 不是传话的 我听了 他说过我自负 敏感 然后思辨 然后什么什么 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 旁观者 对吗 我我听到了 我说实话 包括什么 我手伸的长 什么 我志鹏我得管管 孔岛我得管 我他妈废话 我当然得管他们了 我不管他们 我承担责任吗 谁当责任啊 他们哪个能跟我比啊 我当然得管他了 我赢了多少场球啊 我负担了多少啊 我我负担了多少啊 我我管他们是帮助他们 我管他们是帮助他们 这是责任 我不管 一一的连他们 转述都不懂 能行吗 你说对不对 什么叫我收手 什么伸的太长 这他妈话说的我简直是 这是 没有我 没有我没有 没有我的帮子 没有我的把关 这能 这能 谁行啊 兄子 你说对不对 对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该给面给面 但是 你说到的事情 不是那么回事 我也得说啊 你变成了我 好像是一个什么 自负敏感 我当然得敏感了 我不敏感 我能他们三十多个家长 我天天我得看三四十个孩子 我不敏感 我能发现他们的问题吗 我不敏感 我能体察他们的感受吗 我不敏感 我不敏感 我如履薄冰 我前后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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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 各种各样的这种敌对势力 我不敏感 我天天乐呵呵 所以高治老呢 人可能不错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他没有 没有真正的跳出来 他没有站在 但是我知道 其实他内心的有些东西 对吧 他内心的有些东西 他这次来 一定给他很大的震盘 但他不能聊 他要是都捧着我说 他一下就瘫了 周围的人怎么看他呀 他有一个表达很有意思 我在这讲 我在这讲录像 他最后说 你看 说你让让 表扬我 表扬我呢 还不能完全表扬 因为你完全表扬 就好像他一下就矮了 不是 他完全表扬 你看董老师聊得真好 就即便他说 他说让我 高尔老你再给补充补充 他说我也补充不出什么来 因为专业的也就这样 不是高尔老你听我说 专业的没多少人到我这地步 别吹牛逼 你到不了 我这一堂课 我这一堂课就够你 为首的就是代表的专业人士去学的 就这一堂课 但是我知道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因为你们都要面子 但是你们要面子 你们得下功夫啊 面子得是自己挣出来的啊 不是他妈别人给你们的 别人给你们面子有鸡毛用吗 有用吗 不到时候还得赢你们吗 对吧 你说你东北俱才 你说你过来能输五个 你可不止输五个高尔老 你说这话我就觉得你没认清楚 我打你十五个 你不是说打你五个 那怎么可能打你五个呢 打官能打五个 对吧 你还是得 你还是得没办法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还是得 你还是得认认真真的 你要不然就不说 你要说你就干脆你就说到底 你就说左小匠就是牛逼 那他是牛逼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是不是 你说你两天了你还看不出来 左小匠的牛逼 那你在来干嘛呢 你怕说左小匠的牛逼 你可能别人觉得 哎呦你这一下就投诚了 没有用 你跟他们在一块有什么用啊 给你能什么呀 是吧 我没有误会 我听的 我也我这段话表达 我也不怕得罪他 我对得起他 下车 灰子我派过去接 来回送 跟小巷家长给他足够的尊重 可以了 还怎么着我操 非心非故的 从来没什么沟通 从来也没什么交情 无非就是在网上 相互认可一些而已 对吧 就以前 这盛青亏 他他他他 但是高高之导 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要没思想的人 他就是黑了 他得到小银子那 九宫阁里面去聊的 那都是 碎催 砸碎 高之导肯定比他没有高 但是我现在不是想帮助高之导 再进步一点吗 因为他喊我哥哥 他喊我哥哥 我就得对他负点责 知道吗 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我知道我的缺点 就是这个世界上啊 我有一个很大的苦恼 就是说我好的人 也说不到点上 他妈的反对我的人 也反对不到点上 这个事让我特别着急 特别着急啊 就说你说你夸我吧 他根本我就不认为 你夸我那个 是我真正灵魂 和能力上的最好的地方 你老他们夸我 你夸我那些东西 可能有很多人都能做到 没什么意思 你说你反对我的人吧 天天就沉这么烂骨子 还都是我告诉你们的 也真真假假的 也不知道我真正的弱点到底在哪 也总结不出来 我特别烦 我特别烦 我特别就是一个人呐 活在世界上 居然没有一个人 能够给他一个清洗的一个定义 将来他们我死了 穆志明谁写 写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很难受 说的那些乱七八糟都不是我 都不是我呀 现在我只能寄望于小代爸爸了 小代爸爸昨天跟我说 说东老师我我准备要从二十个方面总结你 他说我我这接触了这么多年 然后我又上你的车 我要从二十个方面来总结你 哎呦我太期待了 我太期待了 我说小代爸爸你好歹你 真的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一定要把一个真正的本质的我 你能够客观的呈现的 我不是说你非得说我好 但是也请你能不能够说我好的时候 真正把我的好能够说出来 我也不是说你非得不能批评我 但是你能不能真正的把我内心的弱点 最人性当中最大的弱点 你给我说出来 我我会承认的 不是有人挑事 但是我能知道我我我跟高岛也接触了两天 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我一目了然 我一目了然 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带着枷锁来评价我 他很难他没法真正说你要是佩佩可能还好点 对吧佩佩以前也是黑子 他本质是黑子 他要完全改变是很难的 你明白吗他完全改变是很难的 但是呢他毕竟他们是有思想有文化的人 他不可能瞪着眼睛说瞎话就没意思了 他不是小鹰子他们 成黑嘴他不是他比他们高多了 但是他到这个地步也算不错 就是也算不错了 对吧也算不错了 但是他没法真正的用最真实的表达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身份 他没法这么做 但是没法这么做呢他又想表达 那这里边肯定就有问题 知道吗 已经不错了 是不错了 知道吗 你等有一天我给你抛弃一下我 我说完了你们就都蒙了 不用你们去怎么评价我 你们不用听他们 我哪天我给你抛弃一个董路是谁 我给你们聊一聊 怎么样击败中国族小将 我给你聊一聊 这就是正差了 你还听他们说怎么击败中国小将 他自己都没应过我 你听他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对吧 东北人呢好面子 东北人好面子 这个圈子人呢也好面子 我理解 我理解 你看他的周围的朋友都已经说了 什么听说你要去北主小将啊 你要是投诚是吗 你要投诚咱俩就断交 你说什么干他妈什么呀 他身边是这样的人 就说你要是高明你要去主小将了 你要跟董路推背换展了 你要是成为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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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可者了 那我就跟你断交 他妈什么人呢这是 就是 就这样人还赢我的 赢那么什么呀 一辈子都赢不了 你想想 嘿嘿是吧 呀 第三位嘉宾呢 还在啊 还没放弃吗 那不今儿咱到这吧 不行 最后一期怎么那得有人 你会看 没有什么 risk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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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你天天去那个田村不现实 我们就11点到1点训练 好吗 11点1点训练 然后下午4点训练 就是咱们用它的中间的时间就完了 好不好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到时候咱们再联系 来咱们这个 接近呢 整个论坛的最后 最后一个 最后一位朋友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地球探测硕士 他这个选题的方向 也是不错的 浅谈备考策略 与中国足球经验教训的 借鉴 好吧 我们来 我们来 见凉兔子 哎呀 我妈妈还在这呢 妈 你睡觉吧 啊 见凉兔子 没了 是不是 没等 等不及了 哦 见凉兔子在这呢 啊 来 嗯 拒绝了我的邀请 那可能是不是 你那个版本 是不是有问题 啊 那个吴冲啊 以后连线 一定提醒嘉宾 要要更换最新版本 啊 要不然呢 这个 他可能 这版本低啊 他接不进来 嗯 再发一次啊 该用户已离开直播间 他等一等吧 和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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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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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曾经打当年的澳大利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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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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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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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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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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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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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